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名,十四,日市瑞典电影大师英格马百格曼百岁名单,金马影展除了与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合作,于八月在台北,台中展开亚洲最大规模放映的百格曼百年纪念影展,新任金马主席李安导演也在拍摄新片《双子杀手》, Gennie Mann,藏意,的百忙之中,波空向影迷推荐这个亲自大师的难得机会,并表达百格曼对他电影生涯的启发与影响,李安一起十八岁那年首次看到百格曼的处女之拳,仿佛被一股无名的力量完全打中,人生就此改变。 他表示,怎么会有人用这么美的方式,去问这样禁忌的一个问题?我觉得人生从此以后就变了。 我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的人,除了娱乐观众,还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。 我想不止对电影从业者,任何看过他电影的人,都会受到很多精神上的启发。 李安对这次影展片单的完整,一表示惊叹,呼吁观众把握着38部作品的大荧幕放映,一起来感受百格曼的影像魅力。 金麻与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合作的百格曼百年纪念影展,将在台北举办三周,应期自8月3日至8月23日在台北新光影城放映,台北场优惠预售票限制热卖中。 台中厂则于8月16日至8月27日在台中开播影城放映,7月21日举办选片指南,8月1日开始售票。 完整售票资讯与周边活动,请锁定金马官网,脸书粉丝专页,Instagram,或下载金马APP,掌握第一手消息。 金马主席李安特地在射芯片《双子杀手》《Gemini Man》《藏意》的百忙之中,录制影片推荐百格曼百年纪念影展。 翻射YouTube,因格马百格曼的处女之权深深启发了导演李安。 金马之位会提供。